视线转向国际 每年的2月2号 北美部分地区的人们会庆祝土拨鼠日 在这一天 人们会等待土拨鼠从冬眠当中醒来 通过特有的方式预测一下 春天什么时候来临 当地时间2号来自美国 宾夕法尼亚州的土拨鼠菲尔表示 冬天还要再持续一段时间 在美国名气最大的土拨鼠 是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 庞克瑟托尼的菲尔 土拨鼠日当天 俱乐部的成员把菲尔从窝里爆出 随后表示 他在阳光下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同时宣布 菲尔预测冬天还没有结束 按照当地传统说法 土拨鼠可以预报实令 每年2月2号 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土拨鼠 如果在阳光下看到自己的影子 就会回洞里接着睡大觉 预示着冬天还会持续6周 如果没看到自己的影子 则预示着春天即将来临 据美联社报道 尽管相关统计显示 土拨鼠预测春天到来的准确率不到40% 但一个多世纪以来 这个立春预测 已经逐渐成为美国的一种民俗文化 感谢观看